本土疫情较前一天稍微上升 新增死亡36例 41364例确诊 不过相较上周同期降低16.5% 这两天看起来的病例数 是有比上周的同一天是下降 那但是不是因为假日廉价的这个因素 我们还要再观察一下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上周124例本土确诊当中 其中B1.5占比高达89.5% 不过传出大陆首次检出两种新病例株 包含B1.5.1.7还有BF.7 大陆官方坦言 这将对防疫带来严峻的考验 但是这两种新变异株 对台湾是否也可能造成影响 算是比较近期开始传播的 资料并没有这么完整 密切的观察它的发展 是不是变成具有威胁性的主流的变异株 第二我们还需要更多的资料 不过专家施信如认为 Omicron已经在台湾造成大流行 因此有免疫力的人越来越多 再加上疫苗普及率提高 要民众以平常心面对即可 因为我们是比较中保 所以它很快就会反应到我们国内来 所以台湾这边好 其实还是要对基本 那病毒要有定序的一个工作站 不过台大公卫学者 詹长泉发文指出 今年是新冠灾难年 预估新冠死亡将跃升 今年第五大死因 而目前的总确诊 人口数是全球排名第19高 就是因为防疫只会系统和措施 无法达成与病毒共存 我很确定的是我们不会走回老路 不会再禁止内用 不会停班停课 这些都是过去清零时代做的 指挥中心提出多项数据呈现防疫成绩 强调在疫情可控下会稳健开放 目的就是为了要回复正常生活 记者杨师去翁家瑜台北 相互报道 如果有些睡眠问题的话 可以来试试看 我们温暖推出的这个梦梦水 睡前30分钟喝上一包 就可以让大家清爽无负担 告诉大家在哪里购买 这个地方有我们QR Code 扫描一下就可以到 快点购网站上头来购买 这里有我的推荐代码 cti321 邀请大家多多支持